来看到苗栗县种植文旦柚的面积大约有418公顷 年产值是达到有3亿元 但是4、5月份的小果期就遇到了强降雨 导致落果严重 农民反映结果率是少了一半 那么县长中东景实际前往果园勘灾 并且指示了农业处尽速的汇整资料 报请农委会为农民来争取灾害救助 原本可以沉穿结果的文旦柚 入境却因落果多数都只剩一颗果实 令农民与苦累 文旦柚30月份开花 4、5月结果 但小果期遇到强降雨 导致落果严重 先前相关单位已会看过 发现结果率确实受到很大影响 我们西湖乡这次文旦柚 整个一个落果的情形 已经超过20%以上 那么要谢谢我们中县长 这次来勘察这个文旦柚的落果 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相关单位 能够体系我们文旦柚的幼农 对于我们灾损的部分进行给补偿 县福农业处和农政单位再次前往果园会刊 县长中东警当场指示 尽数汇整资料 全力为果农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 我相信中央一定会体恤我们这个幼农的辛苦 因为我们这个镜头也看得到 这一次的幼子的结果真的那个结果率很低 而且有很多像这种果子是没有办法结成这个产品的 所以幼农损失非常的严重 我们农业处在陈树处长的处理之下 速度也很快 我们会尽快让幼农领到不出金 初步勘察西湖通宵 头粪三湾兆桥五个乡镇市 农顺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文旦有每公顷救助金八万元 后续报请农委会审核 要协助农民减少损失